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懂 但是其实之前在跟一些老师聊的时候 他们说其实一些资商师 他们说其实孩子也有紧张 只是他也许表现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在这段时间尤其又是 像台北市是这个礼拜就都回去上课了 那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稍微好一些 否则的话长时间的亲子相处 尤其我们又要去扮演一半的老师的这个角色 其实这个沟通常常冲突会越来越多 我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亲子冲突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觉得每天都好累哦 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要来找一个方法 让自己能够 第一个有效的沟通 第二个不要大家都这么剑拔弩张 然后第三个 让我们真的心情可以获得疗愈哦 这本书就是一本很疗愈的书 故事书 你光是看到这个这个这个封面都觉得好疗愈哦 萨提尔的故事沟通 陪孩子练习爱在爱中学习成长 今天在现场请到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也是亲子教养跟沟通专业讲师李怡婷老师 欢迎怡婷老师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这本书的封面 其实你就会看到这个萨提尔的 这个最有名的冰山理论 他就画了这个冰山 冰山图 然后呢在海面下的冰山 你阴影阅阅可以看得到 上面只露出了冰山的一角 然后有一位他是孩子吗 还是妈妈呢 他是孩子 他是孩子 坐在这个冰山的角角 露出的这个海面的随面的 这个一点点冰山角角上 在看一本故事书 是 这是多么让人觉得 就是感觉上很被疗愈的一刻 但问题是 其实这个冰山 水面的冰山下面这些东西 讯息很多 很多 所以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好像一开始觉得很疗愈很美好 但是呢看到这个 在海面底下隐藏的 又觉得有点忧虑 就是我不知道 要怎么去接近它 其实像我们家做 因为我刚刚听这个 童文姐说 这个停课期间大家都很累 其实不只是父母累 孩子其实也蛮累的 对 那我们好不容易把孩子送去学校了 像我昨天 我们老师就传讯息给我说 那个妈妈 你们家的小孩 有一个数学的提醒 好像上线课的时候 没有注意听 对 所以可不可以妈妈 请回家的时候 帮孩子去注意 那我就要教孩子 可是我发现我教的教法跟课本不一样 对 所以呢我就LINE给老师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你教的图形 那我知道我要怎么教 可是我那时候是晚上八点半传讯息给老师 老师都没有回我耶 那我想说太晚了真不好意思 就他九点回我老师说 不好意思妈妈我刚从学校回来 哇 我想说哎老师你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是小学一年级 诶我也是啊 然后因为我是小一小三小 我有三个 我知道 那我就说老师你怎么这么晚回家 老师跟我说 因为作业量很多 那我们家昨天孩子第一天就是复课 也在台北市对不对 也在我是在新北 哦在你们也已经复课了 对然后呢我就说哇 那老师也满辛苦的 因为他有长达四周的课业量要改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疫情让妈妈很累 让孩子也很累 让老师也很累 那孩子为什么会很累呢 我们家老二长期在四周里面都没写功课 所以他在六日的时候 他就崩溃尖叫说我怎么办 我不想去上学 哦那他的老师太好了 我们每天都要上传功课耶 哦那他可是他也要 但是他没有 但是 那他就六日在紧绷 所以我觉得孩子也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会让你比较轻松 那你就要去学习安定你自己的冰山 这是这本书的作用 譬如说他来跟我崩溃的时候 我人在台中工作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要去上学 可是我又好想去上学 他想去见同学 但不想教功课 对那我身为一个妈妈 如果我照以前的惯性 我就会说 叫你以前写你就不写 谁叫你要这样 那这个就是指导他 或者教训他 教训他你的位置 跟你的那种观念 他就会偏掉 他就接收不到他被关注 被关心 那他就会抗拒 我就不要 我就很难过你还骂我 那你们就会情绪对抗 所以学Satier的好处就是 你要记得这个情绪出来之后 他就会变成情绪对抗 就没有更好的结果了 所以如果我是 因为像我 我自己是跟他说 那好吧 既然写不完 那你能写多少呢 那剩下的妈妈需要帮什么忙呢 那他因为有一个底蕴 说妈妈会帮我 所以他就说好 那我知道我会努力写 剩下的我会请妈妈帮忙 他就会真正面对 他要去写作业的问题 通常我觉得我们家 如果我是那样子讲 可能没有办法直接 倒到你后面说的那个状况 就是如果我跟他说 好哦 那你看你能写多少 你就写多少 剩下妈妈会帮你 我儿子可能就会说 我偷偷不能写 那通通不能写 我就通通不能帮 很抱歉 对 我觉得有点难啦 但我相信因为 怡婷老师有三个孩子哦 三个是男孩女孩 老大老二女生老妖男生 啊好难搞 好我们等一下继续聊 今天在我们现场跟我们来聊聊 萨提尔的故事沟通的是 亲子教养与沟通专业讲师 李怡婷老师 刚刚有听众朋友说 哇听到老师小孩的这个 没写功课 在赶功课的故事 让他觉得好安心 对 就是原来大家都一样 但其实哦 老师要告诉大家是 他有三个孩子嘛 小一小三小五 大的两个是女儿 小的这个是儿子 我就说哎你会不会觉得 小一的儿子 因为我也有个小一的儿子嘛 但是我大的女儿是十五岁了 快十六岁了 那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 小的这个很难搞 老师就回答我说 我不搞他们的 三个孩子我都不搞 对我不搞小孩的 因为我其实把界线画得很清楚 就是上了小学一年级之后 他该负担什么 功课是你的 所以回到家我只做提醒 那提醒的责任结束了 我就不再管他们了 哎可是你刚刚有讲到 另外一个点 我觉得好讶异 你说你其实以前 因为我有跟老师在聊 我说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 比如说刚刚那个状况好了 我们用举例来说明最快 刚刚老师说那个状况 就是小孩说 我不要写功课 这样子然后 我说老师可以这样子回答 我觉得好 好不容易哦 因为通常如果是我 我就会说 就是因为通常我也会有我的压力 假设我也是手上一堆工作没做完 我已经我也会讲说 我也一堆工作没做啊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各自去做各自的 你去做你的 我去做我们的 我们各自为各自负责好不好 拜托你哦 我可能会这样 女童文这个东西就是 你在用理智去应对他 你在用理智去说服他 但是孩子要的不是理智 孩子要的是冰山的 里面的有一个感受 感受如果被接近了 他就会 calm down了 你如果一直都用理智 你这就是说道理 他是没办法觉得被爱 被关注 被接纳 可是你以前也是 一度是高压耶 我以前绝对是高压的妈妈 因为刚刚怡婷跟我说 他以前也是高压的妈妈 他甚至还曾经打过小孩 我不是 我不是曾经 我过去是爸爸是打骂政策长大的嘛 所以我在带领孩子老大的时候 他在两岁之前被我打惨了 两岁之前 两岁之前 你们会想象不到两岁之前有什么好打的 但是只要一不听我的 不如我的意我就会很愤怒 因为我们家是山东流亡学生的血脉 所以我的状态 状态就是非常的想马性格 就是有什么不乖不听话的就打下去就对了 那你会发现我在他两岁的时候 我遇到就是我常常说 我们家的孩子为了喝一杯奶茶 我买了一杯奶茶给我自己喝 可是他跟我说他也想喝 可是我就觉得奶茶是有毒的 因为 茶也不可以给小孩喝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不好 可是你自己理智上觉得不好 孩子看到的却是你在自己独享 我们看到的观点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懂冰山 里面有一个层次就是观点 他有他的我有我的 两个观点要互相沟通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体系 可是当时我不懂 我就觉得你应该听我的 我当时我是36岁生下他 所以他两岁的时候我是38岁 因为晚生 我很晚 然后呢 我们一个38的妇女 跟一个两岁的小孩 在那里抢奶茶 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就很好笑 我都多大了 我还在抢奶茶 然后结果抢的过程就翻倒了 就那个感觉的画面就是电影 这样有一个杯子 这样 快动作对不对 然后奶茶就拉出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我快崩溃了 那崩溃我的内在不稳定 我就直接我的手就下去了 因为摊倒了 我就要负责 我为什么要负你的责 当时我不懂 不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 跟冰山要顾 所以我都觉得 我为什么要为你负责 可是如果你学会 Satir的精神 你就知道 他可以为这件事情插地板 那么我们界限清楚之后 他负他的责 我就承担起我的责任 陪伴的责任 这样就好了 所以当时我不懂 我就直接打他 而且最后 因为他很抗拒 我为什么可以打他 所以他尖叫 一尖叫我就更愤怒 对 所以我就打得更重 然后最后呢 他又第二次第三次尖叫 我的脚就踹下去了 我是踹两岁的孩子 从门口踹到门外 趴在地板上 当时我觉得 我的那个内在心理变化 就是我希望 你不要再反抗我 所以你不要再动了 可是当他真的 趴在地上不动的时候 我又好害怕 你真的不会动 所以我的扭曲的心理状态 就是你可不可以动一下下 但不要动太多 你会不会觉得妈妈很为难 就是后来他就像 小孩更为难 对 然后他就起来就狂吼 我就觉得 我是怎么养小孩 我怎么可以把两岁的孩子 养成一个怪兽 你那时候没有哭吗 我其实蛮 我其实蛮刚烈 我不会哭 可是我内在很 很震撼 我觉得我到底怎么了 两岁的孩子 就像十八岁的我 那十八岁的他怎么办 我没办法加成这个算式 他山东人了 山东的血脉 我跟你讲 他也山东血脉 你们就是一脉相承 所以我不想要他变成我 所以我才去学习 如何用萨提尔来带领孩子 那萨提尔的好处就是 譬如说像昨天我们家 这个老二的情绪是比较暴躁的 然后他常常用一种 你们都拿我的东西 就这么尖 其实这个声音是不舒服 会引起我们的不悦的反应 那他都 昨天他就说 有人拿他的橡皮擦 然后呢 把他掰断了 他就觉得是弟弟做的 然后弟弟也承认是他做的 可是他的声音都这么高 这么尖 这么崩溃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离他远一点 然后他后来就跑到我旁边说 你都不理我 我其实很委屈 他会说出委屈喔 我其实很委屈 那个弟弟把我的橡皮茶吃了好多 对对对 然后吃到最后就掰开来了 对 然后你们都不理解我 然后都说那个弟弟好可怜 都被我骂 但问题是我是受爱者 他是小学三年级 他会这么清楚的说出 这一段就跟冰山有关系 那我就能接收到 我就会拍拍他说 妈妈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理解冰山之后的好处 我们可以倾听他 原来是有这么多委屈 这么多辛苦的感受 那当我说啊 原来是这样 我理解你的感觉了 我终于理解 那他就整个很稳定 这就是要去靠近孩子的冰山的原因 要不然你只会理智上说 啊就一个橡皮茶 那你干嘛这样 那他只会更委屈 更难过说 No我都没有人理解我 可是通常我们听到这里喔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盲点 跟问题就是 我们想要去解决那个问题 对不对 比如说刚刚我就觉得 喔好那我是不是要把谁叫来 你们对职一下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不可以这样做啊 那你说对不起啊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比较好 听起来好像如果你其实 承接住他的情绪 就可以了 也不见得需要后面这么复杂的事情 我觉得爸爸妈妈其实在家庭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陪伴 但他绝对不是仲裁者 他就不是法官 如果你站在法官的立场 那么你会发现孩子事事都要跟你告状 你看他又这样了 妈妈你怎么没有教训他 因为前面我被教训 所以现在我就要不断的找查 去叫爸爸妈妈教训别的小孩 那你就会变成恶化这个手足之间的对立层次 我问你哦 你看你三个小孩 而且小一小三小五哥都蛮紧的 他们一定很常玩在一起 也一定很常吵架 是 他们吵架 你听到就是吵得很凶很激烈 你会主动介入吗 好主动介入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有生命危险 我就介入 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唯一家规 好我在家庭规范里面 我只设置了一个不准动手打人 那现在孩子长大 我有设置第二个 要有人跟人之间的基础礼貌 就是你不能够大小 所以还要求我做事 你的礼貌去哪里 好这是第二个 所以除此之外就没有家规了 所以你不会很 很轻易的就去介入两个人的纠纷 不会绝对不会 我没事了吗 就是 我真的很痛苦 你知道我女儿快16岁 我儿子快7岁 他们两个也可以整天吵 然后比如说我每次开车 他们两个坐在后面 就可以吵的就是 就因为姐姐就是会咄咄逼人嘛 姐姐会咄咄逼人的就是纠正他 姐姐一直在纠正弟弟 然后弟弟就非常不爽被纠正 然后弟弟会很明确的告诉他 我就是不喜欢你们这样子说我弱 你这样我就会觉得你是看不起我 什么什么 两个就一直吵 然后我就会受不了 我就会出手 我就会说 我就会叫他们停 然后我就会开始当 就是你说的 我会这样一个仲裁者 我就会说你这样子也不对啊 你这样也不用啊 你也不需要这样 他只需要怎样 那童文姐姐我跟你说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 你可以两个 因为其实我觉得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 都有理由 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那事实上我会赋予姐姐一个责任 那我在语言上面我就会说 姐姐有责任去做示范 姐姐没有错 我唯有让姐姐担起了姐姐的角色 告诉他没有错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有一个位置 地位跟被注视到的感觉 但是我会告诉姐姐说 但是你可以稍微调整你用词语言的犀利度 因为你这样要教弟弟 弟弟根本接收不到你的好意 他只会接收到你的指责 我想这并不是你的用意 你想要带领弟弟的那个用意消失了 其实这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其实父母也是一样啊 我们也是很想带领啊 可是我们用的词 或者我们用的方式 可能根本让孩子就已经关起了耳朵 或是他只听到前面 你就是在攻击我 你就是在批评我 好这是为什么要去学习Satier 那Satier其实很多老师都在教 很多老师都在讲 我们可能也都常听 可是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 也有朋友说 陆陆续续已经跟着怡婷老师好多年了 可是在那个当下 要去好好的承接孩子的情绪 还是好难 这可能就是一生的学习啦 我相信是这样 那老师其实在国内国外 都有办非常多的演讲 不管是在学校方或者是家长之间 工作方什么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其实比较不一样 你出的这一本书 因为之前你出过这个亲子对话 对不对 亲子对话 然后还有情绪课 情绪课 这一次你讲的是Satier的故事沟通 为什么会着眼在故事上面 其实我发现因为来上课的大多都是爸爸或妈妈 那我们都会对孩子有一个期望 期望他可以更好 过得更自在一点 但是他们回到家里去之后 就会卡住 我要怎么跟孩子说这个Satier的冰山 我也好想让孩子学 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我把我自己平常在家里面说的故事 把它编写出来 那这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符合一个冰山 要传递出来的这个信念 那我把这个东西称作为爱 我们要爱孩子 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我想要为他好 那你去考那个最好的建筹 你去考最好的北一女 但是如果你知道冰山这个是你的观点 不代表孩子的观点或期望的时候 你会稍微去听他说 那孩子也知道 哎如果这个是爸爸的观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父母说 爸爸 我知道这是你为我好 这是你的看法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听我说吗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都是故事 有五个故事 分别代表着五个层次的冰山的层 层级 譬如说期待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期待啊 像爸爸会希望 这个孩子要乖乖听话 那这个孩子会期望 我可不可以常常出去玩 可不可以常常上网 那很多人就会把期待跟爱挂钩在一起 譬如说会说 妈妈你如果不让我上网 你就不爱我 那我要告诉各位就是 期待只是期待 爱不是等于期待 所以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如果像过去的长辈 就会说 你要是不乖乖吃饭 我就不爱你了 乖乖吃饭是期待 我期望你吃饭 可是不管你有没有吃 基本上如果爱是拿来做交换 那不是真正的爱 所以这本书 我要透过一个冰山的图层 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爱 那期望 我们其实可以告诉孩子说 孩子你不吃饭 你会生病 你会虚弱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那他就会慢慢的厘清 哦这是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是可以失落的 去接纳失落就好 而不是把爱拿来做挂钩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本故事 而且这本 因为它是故事书 刚刚老师有提到 它里面有五个故事 呃蕴含了 呃冰山的 各个层次 各个层次 所以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 从这一本书 从故事来开启 我们跟孩子之间的 有关于萨提尔的了解 是 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 对 因为呃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嘛 嗯 对我们都喜欢听故事 对不对 所以这或许是一个 更 更能够呃 比较快速进入到这个 这个里面 主轴的一种方式 那呃所以跟之前的 就不太一样 之前的亲子课啦 或者是情绪课 对话课 都是给爸爸妈妈 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 跟孩子一起看 对不对 好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聊 直播我们也会继续哦 继续要跟我们来聊 萨提尔的故事沟通的是 亲子教养与沟通专业 讲师李怡婷 怡婷老师 怡婷老师呢 在刚刚十分钟 没有闲着哦 就是呃广播的朋友 你可能没有听到 因为在报新闻 但是直播的朋友 我们也听到 林婷老师继续在 跟我们讲述 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跟这个有关 萨提尔的分享 所以广播的朋友 也非常欢迎你 在我们今天 十一点节目 节目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到 YouTube来看 回看 不要错过 这个一分一秒 过去这十分钟 也非常的精彩 那呃先还是要 再次的恭喜 怡婷老师 那这是你的新作品啊 萨提尔的故事沟通 陪孩子练习爱 在爱中学习成长 这个是原流出版社 那呃 这应该是你第一本 呃为亲子创作的 萨提尔的入门书 我们刚刚就讲 其实从故事入门 是最好 而且也最简单的方式 那呃 过去曾经写过 亲子对话 萨提尔的亲子对话 或是写过这个情绪课 但是这一次呢 用说故事的方式 更加疗愈人心 而且把萨提尔的 几个主要的元素 都包含在里面 那呃 我们可不可以 呃 就是简单跟我们分享 因为详细 因为故事 内容非常精彩 所以大家自己去看故事 但是我们在这里 可以大致跟大家说 这里面的五个故事 它分别是 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它的内容 大概是怎么样 你怎么样去跟 萨提尔的理论 来做对照 好 那其实基本上 第一个故事呢 我就是刚刚我说 我们在 呃 期待跟爱之间的差异 所以第一个故事 就是期待的故事 那这个期待的故事 讲述的就是一个公主 她从一个天真善良的人 瞬间变得非常任性暴怒的人 然后她总觉得 爸爸妈妈不爱她 然后她总觉得 全世界都欠她 她总觉得 如果你没有照我的画作 就是不爱我 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直白的表象 那事实上 她本来是天真善良的 那为什么突然变得 非常的暴怒或任性 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可是到故事最后才知道 哦原来她其实是 为了救一个男孩 告诉她世界上的人 是不会那么可怕 是可以善良的 然后她为了证明这件事情 男孩说 不然你跟我的灵魂交换 哦 所以她其实是 为了帮助一个男孩 跟她灵魂交换之后 她丧失了自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冰山的巡路的过程 表象的任性 或表象的爱 基本上其实她就是一个表象 不要把表象当成是完整的事实 你要去探索她 好这是期待 嗯 那所以在讲完这个故事的这个之后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引导吗 好其实 这个我在今天的粉专也有写哦 就是有朋友说 老师 我这个孩子看完以后啊 有小孩就 我们家的哥哥就说 哈哈哈哈这个 第一个跟公主的任性 就是跟我们家妹妹一样耶 哈哈哈哈 然后妹妹就哭了 哈哈哈哈 然后妹妹说 我哪有这样 好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引导呢 把爸爸妈妈记住了 就跟孩子说 哥哥这就是个故事 那如果妹妹并没有说 这个跟她一样 请你不要把她作为 合并的这个指射 对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她做了哪些 让你想起妹妹 嗯 那妹妹有没有 因为这个公主 后面是有一个善良的部分 那妹妹有没有善良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列出来 嗯 好所以就是 把她归为故事就好 那为什么写这个故事 基本上我就是要让孩子 初阶理解 有冰山的理论这个东西 嗯 她对于这个东西有个概念 那学习是一个累加的过程 嗯 她今天有了一个概念 下一次再看 哦 她就有一个清楚的脉络 下一次再看 哦 她就可以分辨 这个是期待 这个是渴望 嗯 所以她其实是累加的过程 不要想着一次就把它学会 嗯 不太可能啦 嗯 因为她是非常丰富的东西 嗯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书 哦 五个故事的最后 其实有几页 是附录 她讲的其实就是 对照到呃 这五个故事里面的 比如说像刚刚的期待 重点 重点的一些 整理 整理哦 那这些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给爸爸妈妈 再做参考的 对 那即便 我现在要帮一些 因为像刚刚我们就有朋友讲 她说 哦 第一次听到怡婷老师说的话 觉得非常真实 也想好好地了解 也有人说我想要把我的太太送去学 Satier 等等的 好 那我要问的就是如果她完全没有任何Satier的基础 很好 你就从这本开始 就从这本开始看没有问题 对不对 她的故事她就很好入门 因为我们家小学三年级的妹妹 她第一次拿到这本书 她三天内就看完 我们家大姐小学五年级 她一天就看完 她其实基本上两个小时就看完 我们家那个一年级的 这个应该也是两天就看完了 真的 所以她其实是 非常爱看故事 很好看的 很好入门的书 那至于能够留在他们心中什么 就看父母要怎么去跟他对话 但父母你一定要先看啦 我觉得 因为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她喜欢 你想要留在她心里什么 但你并不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写了什么 那你就很难 去深化她 对 好 所以刚刚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期待 对不对 那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观点 那这个故事呢 就在讲述一个王子 非常善良 非常好 然后呢 他的百姓们呢 也知道他很善良 而且所求都会回应 所以呢 他们的百姓就会跟王子说 王子啊 你可不可以这个帮我的忙 帮我下这个海里面做工作 那王子说好啊 可是他一做搅动商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了 可是他又忍不住的想要回应百姓 就是百姓有各个要求 告诉他 我眼睛不好 你眼珠可以挖下来给我吗 告诉他 这个我手被断掉 你可不可以把手被拿下来给我 那这个就是观点 观点就是百姓觉得他需要 而他来所求你 那你也觉得百姓很重要 于是听从 我们的人生不就这样吗 就是听很多人 我们在符合很多人的需要 很多人的期望 我们去满足别人之后 我们就没有自己了 好 那这个王子也是 当他有一天发现 所有的人都在把他的东西 给剥夺之后 突然他发现 怎么有一个人不像他理想中的 感谢的样貌在感谢他 反而嘲笑他 他才价值崩溃 才开始去寻找自我 就是他在寻找自我的旅程 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 常常会附和别人 忘记自己才是重要的 所以他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旅程 那最后他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目标之后 中间有一个人说 你要去找你的目标了 可是你可不可以把最重要的心脏给我 而且我曾经救过你 我是所有百姓里面 唯一一个从来不要求你的人 唯一一个 这个还曾经把东西付出给你的人 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那这个王子要怎么做抉择呢 好 这个在书里面是第四个故事 观点的故事 亲前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看的 小王子的有一点有一点点 但之后后面是不不不不不一样 没有那么悲伤 小王子太悲伤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哦 那呃我们再来讲讲另外一个 好感受的 感受是在书里面是第二个故事 好那这第二个故事呢 是从我自己身体这个 自己自身经验发展出来的哦 我小时候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然后我妈妈离家之后呢 我就学会了不哭 嗯 那我的哭泣我会觉得是丢脸的 是懦弱的 是不好的表现 所以慢慢长大以后 我就变得不会哭 不会流眼泪了 嗯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 呀不会流眼泪好痛苦哦 因为你太坚强了 嗯 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在我面前 哭的稀哩哗啦 看了一出日剧 嗯 我就在想 诶你怎么会哭成这样 我好想哭我却哭不出来 嗯 所以我才理解 其实哭泣情绪是健康的 嗯 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个女生 她也学会了不哭 因为她曾经小时候哭泣 造成海盗来袭的时候 爸爸为了保护她 因为她哭太大声 嗯 爸爸这个海盗 发现她躲藏的地方 爸爸为了救她 爸爸就牺牲 牺牲了 所以她就决定不要哭 可是她的不哭 影响整个村子里面的氛围 每个人都开始紧绷 因为她是一个高权者 就是掌权的人 所以她一旦不哭 就叫别人不要哭 叫别人不要哭的之后呢 每个人都开始生病了 因为他们的胃啊 什么的都开始硬化 嗯 那其实这个硬化的事实 也是发生在我父亲的 真实的情况里面 就我父亲有一次非常愤怒 可是她告诉自己不要愤怒 她压抑之后 她的整个肚子是硬块的 结块 瞬间晚上她就说 我要送医院 因为我没办法呼吸 嗯 对 就是情绪的压抑 不会带来健康 它会带来伤害 嗯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告诉大家说 其实情绪是需要被流动 需要松弛 需要流泻的 嗯 嗯 所以这是第二张 圣甲村的眼泪 这样子是Satire里面的感受 我们讲的三个故事哦 再来看看第三个 在书里面的第三个故事 好 这个是孙杉的故事 嗯 就是我从这个原点一个 这个 你应该是从名落孙杉的发想 但是内容是虚构的 对对对 其实呃 基本上会写这篇是因为 我们家的老大 三三 在成长过程 都是属于嘴巴 和和和 跟你们家姐姐 差不多 比较锋利的 嗯 比较尖锐的 嗯 所以有一次我发现 她对妹妹很尖锐的时候 我就说来 我说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嗯 我就说孙杉的故事 那孙杉其实是一个 非常会讲话 非常的有技巧性的人 嗯 那所以我就在故事里面 设置了一些人物 出现的问题 需要帮助 那我就会问孩子说 如果你是孙杉 那有一个婆婆掉了牙齿 别人都说早该掉了 可是她很难过啊 那别人都说你早该掉了 掉了又不会怎么样 哎 就接受就好了 可是婆婆很难过 我们要怎么跟婆婆说话 嗯 所以我就设置了几个问题 这个就是在这本书的 圆形 对 那里面的故事的重点就是 孙杉基本上没有去做任何解决问题的事 他都在做倾听的工作 嗯 然后就顺利的解决了 就是意外的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 嗯 这个也是萨提尔的精神 嗯 我们常常说很多人来学这个教养 很多人都想要学方法 基本上我们萨提尔是不教方法 不会去要求你要解决问题 嗯 如果你学到有一门课 叫做萨提尔教你解决问题 那可能就是别的老师的创意了 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萨提尔是不解决问题 我们只是靠近 倾听 可是附加的效果 带来的附加效果通常会伴随着解决问题 嗯 他是一个连带的 但他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听听他怎么了 靠近他接纳他 通常他的这个问题就会慢慢被消融 嗯 很棒的故事 呃这个是呃感受 那还有第五个元素 这个是表达 讲错了表达 还有第五个元素 第五个故事是爱 那基本上会创造这个故事 也是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对于生命 对于死亡感到很害怕 嗯 我希望把这个生命做一个意义上 或者是定义上的呃扭转 死亡并不是悲伤 不只是悲伤 并不只是分离 他应该要有爱的连结 嗯 所以不管死不死亡 生不生命 他都是有爱的时候 这个死亡的意义 或者是死亡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这个故事也非常的好看哦 他的这个第五章的故事叫做 不死精灵哦 你知道小朋友都很喜欢 精灵类的故事 然后他谈的是Satir里面的渴望 那其实在讲的就是爱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每一篇都还有一封信 对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的 亲子教养与沟通专业讲师 李怡婷 怡婷老师 来跟我们聊聊Satir的故事沟通 这本书里面 有五个怡婷老师自己创作的故事 都非常的精彩 那刚刚我们花了一点时间 把五个故事对应到的Satir的五个 重要的元素跟内涵呢 大概做一个连结 但是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哎你这是天生小说家啊 我其实最早以前是写 纯文学的创作起家 所以然后一路转转到儿童文学 然后最后才是亲子教养的工作 所以我是从纯文学到亲子教养 所以大家知道你可能都觉得 你是这个亲子沟通专家 你是这个Satir的老师 但是不知道你原本 也是写儿童文学的 所以这才这次才真的是发挥了 最初的专长 其实我在儿童文学也出版过两本 少年小说跟数本童话 那因为后来生了小孩 所以我就回家去带小孩了 所以我就啊我就没有时间 所以后来因为跟孩子有冲突 我就觉得啊我来处理孩子的冲突好了 因为我跟孩子之间的冲突也不小 就很大 所以像你刚刚说 哎孩子吵架我都不介入吗 其实就我会如果我会看啊 就是如果他们有发生冲突打架 我就会制止 像那一天有一次晚上的 就是房间突然传来尖叫 私立的尖叫 然后呢就尖叫那我觉得这个尖叫 刚开始我可以忍受我就没进去 那突然后来尖叫到 就撕裂的声音 有一种危险感我就进去 那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们家二女儿躺在地上 然后她身上有铁架 就是我们那个高架床的铁楼梯 压在她身上 我就看我就把直接把她拿出来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 断层两截的大台电风扇 已经断掉了 那你其实基本上如果你也是可以骂人啊 但是问题是骂人没有帮助 所以我就说 哎这电风扇怎么会这样 那大姐站在旁边 然后妹妹躺地上 我就说妹妹你还好吗 哎姐姐打我 然后 然后姐姐就在旁边说 妈妈她她也打我 所以我才出手的 嗯 然后妹妹就在旁边说 可是我没有真的打到 我只是做做样子 哦小的很容易这样说 对对对对 然后姐姐就说 那我怎么知道你是真打还是假打 我当然要回击啊 嗯 那你是一个妈妈 如果你内在稳定 基本上我就 我就会跟孩子说 哎呀那妹妹 下一次不要做做样子 你会害你自己受伤 嗯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会跟一般传统的话 不太一样的是 我是站在孩子的旁边 嗯 帮他 为他自己想 嗯 一般我们就说 啊你干嘛 谁叫你活该 嗯 那这个话就是站在他的 敌人房 嗯 对立面 可是我是跟她说 妹妹那你下次就不要 这样做 要不然你会害自己受伤 嗯 那你多辛苦 嗯 那但是我们家是不能动手打人的啊 嗯 所以我也会回过头来跟大姐说 啊姐姐我们家不能动手打人 你要记得 嗯 可是她偏的 我说 她没有动手打到你 所以你要记得把自己的手停下来 嗯 但我知道 你也会有委屈 嗯 你有被威胁 当然就会反击 这是我能理解的 嗯 但我也要你不要作为一个坏人 被我看待 嗯 我一进来 我发现你打妹妹 你就会是成为一个坏的榜样 嗯 我会责怪你 嗯 我不希望我要责怪你 嗯 好 所以这样的语言就会帮助他们 非常稳定的状态 嗯 去安定下来 嗯 那中间那个电风扇 我说没关系 先让她躺这里 我等一下请爸爸来处理 因为要处理东西很多 要一个一个来 我说妹妹你先跟我出来 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嗯 所以 所以在那个状态底下 我就会让这每一个角色都比较安定 那是因为我贴近了他们的冰山 太难了 就要学 太难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 哇 当然大家听完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现在你们家 你有办法像老师这样处理吗 太难了 但是今天先听了老师之前自己的经历 跟他为什么决定开始学习Satir 再来听到最后这个Ending的故事 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就是觉得 但是还是必须要来 起身来做这件事情 那都没有接触过没关系 我们就从这本书开始 这本是Satir的故事沟通 陪孩子练习爱在爱中学习成长 我觉得是跟孩子一起练习爱 跟孩子一起成长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的每一个故事里面 到最后呢 故事结束之后 老师还有写一篇给亲爱的三三 这个三三就是老师的大女儿 那但是老师有说 他其实指的是所有的孩子 那里面其实很温暖很感人 可能就有点像是从这个故事里面 衍生出来的一些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互动对 过往的故事 过往的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是属于老师自己家 但他让我们分享给我们 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去思考 反思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也像连结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观后的一种彼此的分享 所以很棒的一本书 那如果大家看完了 Satia的故事沟通 对于Satia希望能够了解更多 大家你就可以去回去再看 老师前面的包括Satia的亲子对话 Satia的亲子情绪课 这些都是常年的畅销书 是谢谢 对那今天很开心 请到的是怡婷老师来跟我们聊天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 有关于情绪跟亲子对话 那在这里我们就谢谢怡婷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